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老胡今天跟着大盘 大涨了一万两千一百二十九元 总福亏降到了四万七千六百九十三元 五万块钱以下了 我今天一开盘就操作了 把仓里所剩的大部分子弹全都打出去了 中午闭市前 我把仅剩的一点子弹也全部买成了股票 这是老胡入市以来 第一次勇猛追仗 实现了满仓 上周呢 我补仓十二万元 边跌边买 到昨天大涨之前 已经买出去了一半 我原计划呢 是将剩下的钱 在下一次跌破两千八百点时花出去 但是昨天潘工胜讲话后 加上之前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的讲话 我感觉呢 股市的形势已经变了 接下来很可能会有一波仗情 没准呢 两千八百点就已经翻过去了 所以呢 我在今天开盘前就下了决心 一开市就买 追仗 以及开市的第一分钟就开始操作 这都是老胡过去从未有过的经历 希望呢 这次老胡做对了 我的信心来自这三个方面 第一央行行长潘工顺昨天宣布降准 而且呢 向资本市场注资一万亿元 这都是国家真干 而不是吹喇叭 第二 政经会副主席王建军昨天非常明确说了 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而且呢 近期已经宣布了很多大家非常关心的机制性堵漏措施 昨天发改委还破天荒的表示 要进一步把市值管理纳入对央企负责人业绩的考核 这一条呢 老胡入市后不久就提出来过 昨天的宣布呢 让我格外惊喜 我知道这对那些央企负责人的注意力调整意味着什么 股市的价值重心真的呢 开始向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方向扭动倾斜了 我们今天面对的A股应当说 与几个月前有了相当大的不同 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杠杆不断增加 而且呢 形成了继续增加堵住每一个漏洞的趋势 第三 国家队提升股市信心和整体经济信心明显是下了决心的 同向发力的态度也是严肃的 国家队连续在股市上出手也反映了国家力量 对股市在整个金融安全中的枢纽位置形成了共识 换句话说 为提振股市也为了把经济充分推向强劲 整个国家已经全面动员并且行动了起来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老胡呢 今天断然改变了只买跌不买账的长期策略 把仓内最后的六万多块钱子弹呢 全都打了出去 但就我日前加的那十二万块钱来说啊 到现在已经赚了将近四千块钱 我强烈希望我的这番逆势补仓 真正逮住了A股的底部 他不仅呢 能为我带来赚钱的收获 而且呢会给我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忆 就是在A股最困难的时候 老胡勇敢的逆行了 并且成功了